我不知道要怎麼睡覺 就是 就躺下去就睡是不是 躺下去對不對 棉被蓋對不對 我就尷尬 然後到底現在 我連呼吸都不知道怎麼呼吸 我從幼稚園 小學就是失眠的那種 所以你最高紀錄有很多人睡嗎 其實六十個小時 身體很累喔 但是就是 一睡下去的時候 就是 想很多 明天要刷牙麻的那種 明天要吃什麼 明天我要洗澡啊 是那種 怎麼那麼好想 對啊 可是我腦子裡面就是 不要想那麼無聊的事想 不好 還會直接跟自己對話 所以你吃兩個要吃幾乎 嗯 就什麼十八 十八 我想這樣 嗯 不能突然斷掉 因為斷掉的話 我點血沒有吃 還三十個 沒有那個的時候 會很焦慮 就是這邊會硬啊 或是倒汗啊 就是有一點是 藥嗎 我不是 陰影嗎 之前就是 有 我也沒有 我居然會猶豫症 低落的時候 嘛 對 這個 你就很想要就是 親身 就是我住一樓嘛 不然想要跳樓什麼 可是想說一樓算了 Makio飽受失眠所苦 就和促世的乾姐姐 蘿佩穎一樣 身後的姐妹情誼 沒有因為 天人勇格而改變 你有印象中 他有講過什麼話 是印象到 影響你很深的嗎 他就說 哎 Makio 60歲 聽起來很解嗨 我說蘿姐 你又看不出來60歲 60歲還是很漂亮啊 蘿姐 60歲還是可以玩啊 但是200歲就是 60真的聽起來 真的很解嗨這樣 所以他真的59歲就走了 他因為他不想解嗨吧 Makio飽是結束之後 休息的一個禮拜嗎 對 這一個禮拜還有 還有夢到他 還有獎金嗎 他是在問我 就是你 他的家人的事情 然後我就說 哎 其實哥哥啊 就是你的親人啊 我覺得沒有討厭你啊 跟羅姬講 就是說其實 他就是不要這麼的對不對 就是 蛤 我也不曉得 可是他們兩個人很少見面吧 我就是跟羅姬講 在夢裡面 說 哎 羅姬我覺得家裡也是很愛你 然後羅姬就說 哦 是嗎 哦 好 我知道了 這樣 所以沒有想說 哎 是以後自己的告別是 想說 就丟在海裡面就好了 你說海藏嗎 對 為什麼 沒有 我不曉得 因為我的偶像是用海藏 因為人生只有一次而已嘛 沒有第二次啦 沒有一次而已 所以就是這一次你就好好就是 活著你喜歡的樣子的感覺 去生活 因為是你的人生啊